最主要的原因究竟就是 實際市場的通脹狀況 就是利率減現非常 現在通脹狀況在這麼高期的情況下 你持現金都是輸的 所以有些著名投資者 譬如近期說 持現金也是垃圾 股票也是垃圾 一個原因就是 在負利率狀況 理應就應該去買股票 大問題就是負利率 在去年、前年更加嚴重 因為利率在歷史低位 但是與此同時 當時的通脹都有2-3% 聯儲局就是當時搬龍門 將通脹總值搬了 所以導致很多資產價格炒上去 所以這一刻在環球股市上面 資產配置上面 特別在美股市場上 你拿多些貨幣是比較穩固的 因為真的沒有太多資金出路 但是就要捱輸 但前提就是 你要之前有利潤在手 才可以拿多些貨幣 如果你說本身已經要出賽 沒辦法認輸投降 我們就暫時建議這樣做 因為美股現在的狀況 就純粹是一個典型炒過浪泡沫的情況 純粹是希望不要跌太多 不要有太大殺傷力 但這件事是比較難預測的 剛才你提及過很多次 你覺得美股是浪低於浪 亦都現在就是一個泡沫爆破中的階段 所以都是向下的機會比較多 如果真的覺得通脹未見頂 而美股的走勢都會繼續向下 那會不會應該投資者 例如趁有反彈的時候 就開投入 或者買一些做淡的工具 例如UVXY SQQQ 你年初推介過的SARK 會不會在某些水平上都值得吸引 以及真的想買回來 叫做平衡的風險 應該佔倉位的percentage 大概又應該是多少 如果看看你的投資心態是甚麼 是 即是說其實就 你不想輸那麼多 你不想輸那麼多 你一定要做對沖 是 即是你說這些市況上 你不想輸那麼多 是 做對沖是一個最直接簡單的方法 是 但是問題就是 你要記住 現在投資市場上 市場的心態就是鬥輸得少 是 如果你說這段時間已經輸得了 譬如說年初 你見到美股三 之前說四個指數 或者很少人看羅數2000 是 我們說三大指數上 你買主要三隻 是 都已經是說得差很遠 其實SQQQ沒有分別 你只不過是用槓桿形式 去做三倍的反向 我們不會特別強調SQQQ 但是如果你是反向納指 這些位置做沒有問題 是 但是你要記住就是 已經連接了兩天了 嗯 即是我們說底造的位置 之前都說過 4100的水平 是 納指12000的位置去做 錯過了 錯過了 然後怎樣 第一方面不要這麼積極 不要做槓桿 是 你不要用SQQ形式去做 是 但是買一些 我們經常覺得有機會泡沫 那些資產譬如SAR-K那些 是 或者 你純粹說 安全起見 擔心市場 萬一真的加四分三 你 那一個態度是什麼 買VIX 是 就是你買一些波幅指數 嗯 如果真的大恐慌 但是加四分三 你嚇到你的 是 那些VIX的指數上面 你可以用一些 好像買保險的形式 買保險不買得多 是 你最多拿你的份工資 或者拿你整體現現 的資產配置上面 5%去買 嗯 所以你跟別人 拿你的倉位上面 買一些 Long Call的VIX上面 萬一市仔想得很厲害 那些可以幫到手 是 是 突然間會賺很多 是 但是你不會 就是突然間 一次過大筆買保險 是 接著搏出事 是 接著就從而獲利 就是那個道理就會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的心態上 這一刻都還是比較冷靜 就是純粹想著 不是想輸那麼多的情況下 未估第一方面 先減遲一點 還有做足對沖 就是如果你在說 譬如你拿著五萬元的貨 是 你要有五萬元的對沖 是 那這個是當然的 那甚至你 如果你想在這些市貨上面 賺錢 開大筆倉的確是一個 最主要的選擇 來的 一個方向 我們都說是向下 問題是跌多還是跌少 但是問題又來了 SAROK 這些位置你去買 尷尬的 尷尬的 一定是的 但是問題 你簡單選擇的方向 是選擇向下的 就是去買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 暫時來說 我覺得 這些位置你硬去追搏 不要做太高槓桿 你買沒有槓桿的產品上面 都還好的 只要你最終結果派 是 究竟股市在這個水平上面 升還是跌 SARK 簡單的 ARK 是看跌的 近期做過反彈 但是又不覺得雨過天青 還有機會再向上 但是水位不多 還能不能夠上回之前的位置上面 我有個深深的 question mark 但是問題 要搏 就是搏你跌 但是如果做對沖的話 最簡單就是 你拿著標普500指數 或者是納指上面的反向產品 如果簡單來說 你做三倍槓桿這樣算 你拿著五萬元的貨 你就拿著五萬六元的SQQQ 做對沖 所以你適當的對沖是需要的 甚至你拿多些錢 我覺得都沒問題 輸通脹一年而已 不就叫你長期輸下去 所以暫時來說 主要你特別美股市場上面 資產配置上面 是比較尷尬的 因為你說一些能源 能源股 那些是的確能夠對沖的 但問題已經升了很多 短線可能能源股回也不足為 環球股市處於一個調整階段 就是擔心經濟 現在處於一個狀況 就是因為說 固然是高通脹 但高通脹其實是上年應治 有烏和局勢發生過一刻的影子 而這一刻就是 那時候可能有些朋友 會相信聯署局說 通脹是暫時性的 就是他們說你不相信 那我可能會相信 那信了就沒辦法 所以你就要付出代價 所以不用想保守 其實如果你說信錯了 那沒辦法 你就要重新報處在整個策略上面 那你在說 我不知道怎樣結束 我不知道你本身拿些什麼 但是你還要記住 現在我想重強調 就是市場想想的就是 高通脹帶來經濟增長放緩 放緩到什麼程度 就是市場想的事情 所以你的股市是向下的 問題是跌多少 沒想到的